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观众你们好 今天又到了寻佑探圣 看缤纷世界的时间 那么今天我要跟观众你们谈的题目是 卑微的家出驴子 那么在《马太福音书》的二十一章第五节 记载到耶稣骑着驴子进耶路撒冷 哪里是这样子的记载 看啊 你的王来到你这里 谦合地骑着驴 骑着小驴 驴的驱子 古时的以色列 一般人他们都会用驴子来运载人或者是货物 至于马呢 是于高贵的那个生出 所以一般人呢 不会也不能够拥有 只有什么帝王啊 贵族啊 富贵人家啊 或是国家的军队 才会拥有马匹 而且那个时候马主要是用来作战 或者是拉战车用的 当然有的时候帝王或者是那些富贵人家贵族呢 出游的时候呢 也会骑马的 但是今天我集中要谈的是驴子而不是马 那么耶稣进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的时候呢 我们都知道这个记载呢 特别强调就是他 他特别就是在那个时候进耶路撒冷呢 被群众承认他是弥赛亚 尊他为王 奇怪就是他骑的 不是那个单单说是驴 特别强调就是马太在这里特别强调是骑的驴的驱子 就是母驴的那个驴子 那个小驴 无论是母驴也好 那个驱子的小驴也好呢 耶稣骑的这个牲畜呢 仍然呢 是就是表示呢 耶稣还是保持他卑微的身份 虽然当时呢 他被群众呢 就是承认 尊称他是王 那么在研究那个福音书的那些学者 他们在思考 为什么特别马太这里提到 耶稣骑这个幼小的那个驴驱子 而不是骑那个母驴 那而且为什么呢 要提到那个驱子 要跟他的妈妈母驴呢 一起走 而耶稣不骑那个母驴 而骑那个驱子 那就是说 大可以这样子 就是说 单单说就是 单单有那个驱子 那个小驴子 给耶稣骑就够呢 干嘛还要把那个母驴一起拉来呢 为什么要那个母驴陪伴着那个 那个驱子呢 相信就是研究解释 那个解经家就是认为呢 有那个母驴陪伴着那个驱子 他的孩子 他的那个幼子呢 驱子就 就不会害怕 有妈妈陪着他 但是虽然是说是驱子需要 妈妈的母驴的陪伴 既然耶稣一个成年男人 一个男子可以骑上去 也就是说这个驱子已经呢 可以背负一个成年人的那个重量 但是他还是需要母驴跟着他一起 他才会比较安静 比较安宁 那么有一些解经家他们甚至呢 有这样的理解说 干嘛还要那个母驴陪着那个驱子呢 当然刚才我说主要是因为要 令到那个幼子那个驱子呢 感到有一种安全感 有妈妈跟他在一起 那那个母驴去了 他干嘛 他没有东西背嘛 背负在他身上嘛 所以有一些解经家说 也许那个母驴也需要背负 他背负的是什么东西 会不会是有一个门徒是骑着那个母驴呢 估计不会 因为门徒不会骑着那个母驴 而让耶稣骑着那个驱子 也许那个母驴 他负责 他背负的是耶稣和他们徒随身带着的东西 因为他们有十多个人嘛 所以他们随身带着的东西应该挺多的 但是呢也有一些解经家说 也许那个母驴跟着走 是要留给任何接受耶稣是弥赛亚 而要陪伴耶稣的信徒所做的 所要骑的 那这个是解经家 希望可以从这个小小的那个细节当中呢 也许可以得到一些属灵的那个教导 或者意义在里面 那么再回到我谈的那个主题 就是这个家出驴子 那么原来驴子呢 是来自非洲的 本来是灰色的野驴 相信大概是公元前2500多年 在埃及的 当地的埃及人呢 因为古代埃及人就在非洲北部呢 所以他们首先将那些灰色的野驴 那些灰色的野驴 那特别就是那个野驴 变成那个家出驴子呢 他们特别的那个耐劳 强壮 而且呢 适应力强 可以忍受很粗糙的食物 就是他们可以促食 另外就是他们有很 他们有很强的抵抗力 可以负重 可以背负很重的那个货物 或者是让人去骑 那么古代 富贵的人家 他们通常呢 都会拥有一群的那个驴子 那圣经第一次提到驴子呢 就是说到 埃及的那个法老王 赠送了 有公驴 有母驴 给那个亚伯兰 这是圣经第一次提到的驴子的时候呢 就是涉及到那个亚伯拉罕的故事 那个时候他还是叫做亚伯兰 那另外圣经也提到一个财主 一个富有的人 就是很著名的岳伯 特别说明他拥有呢 不少的那个家畜 其中呢 他拥有五百匹的那个母驴子 我就觉得奇怪了 为什么岳伯记里面提到岳伯的那个财富呢 提到其他的那个家畜 那个牲畜的呢 但是提到驴子呢 单单只提到他拥有五百匹母驴子 没有提到公的驴子 奇怪了 那为什么只提到岳伯的母驴子呢 主要原因就是 主要原因就是因为 雌性的驴子 那这母驴子呢 他们比较那个顺服 温顺 雄性的驴子呢 很危险的那个家畜 所以呢 古代的人呢 他们养的那个 他们用这些驴子 作为那个被负 负重的那个家畜呢 他们比较喜欢 他们选择要有母的驴子 公驴子呢 反而呢 就没有什么 就是没有提到了哈 也许会比较少一点 或者是没有受到重用 因为公的驴子呢 因为公的驴子呢 不容易控制 那么另外就是驴子 作为一个家畜 他们的个性也很特别的 如果他们那个警觉到 有那个危险 驴子就会变得不听话 不受那个指使 而且驴子会变得 那这个不论是公驴子 还是母驴子呢 会变得相当的那个执拗 就是不听话了哈 所以呢 有什么所谓那个驴脾气 这个说法 驴子这个动物在圣经里面 提及了大概有一百八十次这么多 那这个有一百八十次这么多啊 主要原因是因为驴子是当时 一般人他们日常生活 常见常用的那个生出 所以呢 圣经有提到那个驴子有这么多次哈 特别就是九月记载了一个很特别的故事哈 而且这个故事呢 讲给那个小孩子听呢 很受欢迎的 就是说到 有一个会说话的那个驴子 这个是一个很著名的故事哈 这个是一个很著名的故事哈 也许啊 你们观众当中呢 马上知道我要提到的是哪一个故事 就是记载民数记的二十二章的那个巴兰的故事哈 讲到巴兰骑着那个他的驴子呢 他的驴子看见前面的路有天使 有上帝的侍者 所以那个驴子变得不听话 不肯向前走 而要走别路 就被那个巴兰呢 多次的打他 那么结果 耶和华叫那个驴子说话 故事呢 提到 就是那个驴子甚至提到 巴兰自小 就已经骑他了 就是说 巴兰作为一个小孩子的时候呢 已经和这个驴子一起生活 看着他 就是他长大的时候呢 一直有这个驴子 我记得多年前 我到希腊放假去旅游 那个时候我很年轻 就是很多年轻啊 年前 我特别去到那个巴末岛 去旅游观光 你们知道吗 巴末岛就是这个小小的 那个在爱琴海里面 一个小海岛 就是使徒约翰被放逐的海岛 他在哪里呢 甚至在哪里呢 见到异象 就写他的那个著名的那个启示录 我记得我去到哪里呢 还去到一个传说 就是传统认为呢 他躲在一个山洞里面呢 看到异象的 当然那个山洞呢 现在已经变成一个 已经建成一个 大的那个 纪念的教堂 那么我在那个巴末岛的时候呢 我就只有两三天而已嘛 我就住当地的民居的房间住 有一天早上 我还在床上的时候呢 被一个非常奇怪 而且呢 是非常尖锐的叫声呢 吵得我惊醒起来 那后来我一问呢 而且我还伸头到那个门外看呢 原来就是附近有一些丛林 看到一匹驴子 那个驴子呢 绑着在一个树的旁边 原来是那一匹驴子的叫声 他的叫声呢 实在是响亮 而且是高尖刺耳的 所以呢 把我呢 在睡梦当中呢 吵醒了 驴子不单单 比那个马更耐劳 更能够负重 而且他们的价值呢 没有马那么高贵 那加上我在那个 拔木岛的那个经验呢 听到那个驴子的叫声 这么奇特特别的 所以我对驴子呢 一直呢 情有独重 那么 再来谈就是 另外有一次呢 我去到 这个是今年的事情了 去到那个摩洛哥旅游观光 一日游就经过一个乡下的小镇 当天正巧是那个叙事日 就是有市场啊 很多那个乡下的人呢 带他们很多的那个农作物啊 跟他们的家畜呢 来那个去那个那个叙事 我就看见有买卖驴子的那个市场 我可乐透了哈 我现在给你们看那个照片 就是那个买卖驴子的那个市场 你会看到那里大概有十多匹那个驴子哈 所以我就马上走近看个清楚哈 而且呢也拍了不少的照片 那另外呢不远的地方有看到呢 也有买卖羊的那个市场 看见有一群一群的绵羊和山羊 那么我就问那些 卖驴子的商人 你们的驴子大概价钱多少啊 他们就说一匹的驴子呢 价钱大概是五百到六百美元左右吧 所以我就想哦 我可能是梦想吧 假如我是住在当地哈 也有空地就是有草藏的话呢 也许我会有兴趣呢 买下一两匹那个驴子来养哈 尤其假如那个驴子生的呢 他们的小的驴子呢更可爱我觉得哈 那么另外还有两张那个照片 这个呢是在以色列拍摄的哈 这一次呢也是今年的事情呢 就是不是很多年以前 就是不久以前我到以色列的时候呢 那一次我是跟一些 一群那个圣经的学者去 当天呢我们要从那个耶路撒冷下山 往那个耶利哥去 当然我们有那个乘那个旅游车 我们就在那个下山的那个路 半路呢就下车 因为半路的地方呢 我们要去一些修道院观光 还有就是那里有一个很陡峭的那个河谷 好像美国那个那个大峡谷 但是这个是小峡谷哈 但是也是那个风景呢很很很特别的 我们下来以后观光以后呢 我们就需要走路大概十多公里的那个崎岖的那个山路 一直要走路到那个耶利哥的那个耶利哥城 因为我们还继续呢到耶利哥去观光 那么就是那一天的早上哈 已经是大概是十多十点多十一点了 还没有到正午 但是已经烈日当空啊 我记得呢我们其中的一位学者呢 他可能就是中暑 但是后来呢人家说他可能没有好好地吃早餐 结果他好像要晕倒 不能走动 他就是不能走动 结果呢找到当地的人 就是出租了一批驴子 就给那一位学者 骑着下山的路 往耶利哥去 我们其他一群的其他的学者呢 就跟着走 那现在给你们看的照片就是 当时呢我们有大概二十到三十个人吧 那其中就是有一位骑着那个驴子 我们就围着这个驴子在走 这个令我想到好像呢 圣经的记载就是说 当时呢 门徒跟着骑着驴子的耶稣在走哈 那这个照片就是我们当天 那个时候还没有到正午十二点 十二点钟 但是已经非常那个热 而且要走十多公里呢 大概要一个多小时吧 一个半小时左右吧 那另外还有一个照片就是 还没有发生这个一个学者中暑之前呢 我们还没有去那个修道院去那个观光的时候呢 已经看到一批我自己看到一批 差不多可以说是白色的驴子哈 他在等着 因为那一批驴子呢是要给那个游客骑的 我记得我们一下我们那个旅游车的时候呢 我就给当地那个巴勒斯坦的一个青年在问我 要不要骑驴子要不要骑驴子 因为我们是一大群人的那个那个活动 我不可以自己一个人 我其实是很想去骑这个驴子哈 其实你看到这个白色的 有一点黄色白色的那个驴子呢 它不是一个很大的那个那个动物 但是可以一个成年人的那个重量呢 它可以背负的哈 假如我是自己 我是我跟自己的家人去的话呢 我比较有那个活动就是自由的时间 怎么样去用我的时间呢 我可以肯定我一定会要骑这个驴子哈 听说那个价钱也不贵 而且呢走路这么烈热当空呢 很热啊 也带不够水 水瓶的水呢来喝呢 其实呢真的是很容易中暑的 那么另外还有一张照片 就是我在摩洛哥 骑那个骆驼不成功 那这个呢已经大概讲完驴子了 那但是呢顺道提提马哈 就是我那一次呢不成功骑那个骆驼 结果呢当地的那个旅游公司呢 就提议我改骑一匹骏马 一匹挺漂亮的一个熊马 这个照片就是我那个骑那个熊马 就是我骑骆驼不成功 结果呢要骑这个公马 就是半天游哈 那一次呢我骑这个马大概有两个小时嘛 另外还有停下来到那个村落去 给当地的那个村民招待 吃点茶点吧 那么圣经里面呢 有提到马 有提到驴子 但是通常呢提到驴子的时候呢 那个就是比较多提到驴子的时候呢 都是指驴子是当时的人 平常生活所需要的一个家畜 用来那个就是可以骑着驴子到不同的地方 或者是呢来那个运在那个货物 至于马通常提到马呢 都是打仗的时候用的 打仗的时候用的 所以呢根据圣经的记载 我们也知道在古代 马和驴子是两种呢 不同级别 不同层次的那个奇处 那么今天我特别讲到那个驴子 因为我对驴子好像我刚才说的 情有独众啊 假如我住的地方是可以的话呢 也许我想呢我真的呢 想要买一两匹驴子 好了 今天我跟观众你们谈天说地 提到这个驴子 时间已经够了 谢谢你们收看这个节目 我们下一次再会 我们下一次再会 那看看 我们下一次再次再启如果这么想